人类的进化 科学家认为,四百万年以来,人类是由原人进化而来的。 人类的进化过程包括南原阶段、能人阶段、直立人阶段、智人阶段。 猿人出现在四百万年前,科学家通过猿人的骨头的化石发现,南原可以直立行走,但是身体比较矮,脑子还很小。 能人的意思是能干,手巧。 能人比南原进步,他们会自己做石头工具,用工具抓到中小动物。 直立人比能人的脑子明显变大,变得更加聪明。 直立人开始会使用语言和火。 智人比直立人更加进步。 智人就是有智慧的人的意思。 他们可以制作出更加复杂的工具。 甚至还可以做出简单的艺术品。 boat,ئ我们成功接隔。 沈钠你的孔汉水。